你好,我是楊氏羅丹哲哲,賴醫師 然後我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時候抽脂會容易造成凹凸不平 尤其是手臂來說就容易凹凸不平 因為手臂畢竟是有不同的肌肉大小所儲存 比如說三角肌、二頭肌跟三頭肌 其他的一小塊的肌肉有點像不同的三重疊在一起 一個波浪狀的曲折感 他不像肚子跟腰部或者是大跌歪層跟內層 他基本上他們是有肌肉的 但是比較平淡 所以比較不容易造成凹凸不平 那如果要讓手臂抽得更好一點的話 原則上只能夠把傷口多開一點 很多人說他們在抽手臂的時候呢 只開一兩個傷口 其實如果要只開一兩個傷口 要把整隻手臂抽得很乾淨 其實很容易造成凹凸不平 你可以想想吧 兩個傷口角度都不對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為什麼我們會要多開傷口 因為多開傷口 就會避免很多地方的凹凸不平 這就是我的經驗 我要分享給大家 簡直上我們應該是說 其實要把手術部位抽得比較乾淨一點的話 除了靠我們的雷射或者音量之外 之中還是要抽籽啦 所以抽籽傷口開得多 而且任何角度都可以抽得到 就避免不容易凹凸不平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說對於抽籽這方面有訊息的話 算你會來找我們的量之多 那這所醫師諮詢喔 謝謝